吹过多少牛 咬着牙也得给他还上这个院啊 今天我们就来解决老伙你们说的老张推荐的2464廉价雷电3硬盘盒 改成显卡屋的这个问题 我今天要给大家做一套便宜又好看的2464万能显卡屋的视频 有多便宜啊 便宜到让健康流泪 分别用的是ITGZ最廉价的无风扇版本的2464硬盘盒 或同一家出厂的ITGZ的无风扇的2464硬盘盒 我的思路非常简单 就是我要做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里面可以直接把这个廉价的硬盘盒给它卡进去 其次移动显卡屋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电源 要么用外置的淡化价电源非常非常的贵 六七百块钱三百三十瓦 要么你就需要连上一个硕大到这样的ATX电源 所以核心的目标就是又便宜又好看 还要内置一个模块化的电源 OK 我先带大家去我的电脑上看看我是怎么设计的 首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个设计里的一个核心啊 它呢采用的是类似于咱们DIY的这个机箱里面的背靠背设计 左边呢是一个服务器的电源 它呢会使用一种改装的12伏的直接输出的一个方案 然后连接到显卡 其次呢就是这个电源是可以插拔的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一个卡槽 这个位置还会有一个卡槽 它呢可以让你随意的更换你的电源 460瓦的搏金电源只要37块钱改装好的 多少钱 37块钱 刚才说蛋花价可小600啊 它已经帮我改装好了DC的输出 一共输出460瓦 改完之后你还可以其他用途 为什么说叫模块化的 不用的时候啪抽出来 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普通的开关电源 可以给你的电烙铁 迷你PC 可以给你的各种各样的设备去供电 460瓦绝对不会虚表 并且这个版本的电源风扇的噪音并不大 所以37块钱解决电源的问题 然后整个机箱呢 都是一个框架式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主要的散热部件呢 都是会露出的 然后在显卡的下面 大家注意看 我在这个地方挖了一个槽 这个地方呢会增加一个4厘米乘4厘米的风扇 用来给移动硬盘盒来散热 然后显卡呢 是最多能够支持到三槽的显卡 然后是不现场的一个尺寸 当然了如果你是单槽的卡 也是可以固定的 它的这个螺丝孔位都是已经开好的 然后上面的是一个提手啊 你甚至可以提示它到处走 当然了这个3D打印呢 它这个结构的强度不是太强啊 所以老张并不是特别的建议你把它拿出去啊 然后前面这个面板 这个是一个可定义的面板 你可以在上面印不同的字 它的目的是让显卡和整个显卡屋是一体化 就不至于看起来就是特别的原始 把里面的金手指啊 主板什么的都露出来 然后我接下来来给大家打印 然后给大家组装看一下它的效果 OK 我先把它随意的堆放到一起啊 给大家看一下 一共需要耗材的这个重量 一共需要260克 然后预估的价格只要8块钱 同学们8块钱啊 开打希望大家能够使用ABS材料来打印 因为这个显卡还是比较热的 防止它融化掉 我做的这个模板里面 是百分之百完美兼容这个的 然后上一次还有老伙计说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推荐的这个转接头 它会把这个雷电接口挡住 我这次推荐的是一个加异的正装的 NVME转16X 也是不封口的 大家注意看啊 你插进来的时候是 这个方向插进来的 它的接口就会变到后面了 你的IO挡板不需要拆下来了 什么叫完美啊 这个才叫完美 没有收一分钱啊 这个版本只要19块钱包有 接下来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组装这个显卡 得到了一个意外惊喜啊 这个原本设计的是立着的 结果我这个把螺丝拧滑了 所以它变成了一个折叠的 折叠的倒也挺有那个韵味是吧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来装设备了 老张下面来字母我剪一下 老张OG01号 卡塌 OK就卡进去 对卡进去之后 它会完全被卡在这个槽里 这是七彩虹的4060Ti 单风扇 这儿呢可以用两颗螺丝来固定 然后这个下面 这个位置 你是可以用一颗手拧螺丝的 如果你有这种螺丝 你直接拧上来 用手拧就可以了 我把电源插上 这儿留着一个桶 撞到这里 原来女的鱼 OK 这个线你看我还是 我还是截长了 当然你可以截的 再短一点 或者用一个线卡的 把它卡住一下 最终这个显卡物就是这个样子 在这里 把电源插上 接下来咱们插电开机秒杀环节 捞验员了 小主机雷电接口 直接接到它的USB4上 键盘 鼠标 然后咱们这次用显卡直连方案 所以HDMI直接咱们接到显卡上面 OK插电 亮了 开机 RGB亮了 挺亮了 咱们看屏幕参数 显示适配器 看到没有 NVIDIA GeForce RTX 4060Ti 牛逼 好了 这就是老张给大家组装的模块化 2464移动硬盘盒改造的显卡物 这提手非常优雅 牛逼老张 牛逼 还有更牛逼 你看啊 为什么这儿有一个挡板 这儿有个提手 你看啊 这是我的掌机 什么东西用显卡物啊 肯定是掌机用显卡物啊 那你的掌机从外面拿回家了 网上一搁 这是一个掌机的架子 雷电线 雷电线一插 非常的完美 然后你看这儿还非常细心的给你的女朋友写了一句话 你应该让他心领神会一下 好了老伙计们 这次老张给大家整的活当赏不当赏 赶紧点赞 赶紧关注啊 好吧 牛逼就不给大家吹了 如果大家希望看老张继续来给大家整活 或者替大家烫雷什么热门的数码产品 欢迎关注我 或者在我的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拜拜